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大猛 大猛花了120块钱 买了一个牛蹄子 是牦牛的牛蹄子 大伙没见过吧? 我也第一次见 今天咱把这个牦牛的牛蹄子 红烧着吃 尝一尝这个牦牛的牛蹄子和咱平时的牛蹄子 有什么区别?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大伙看这个牛蹄子 剁开了之后 发现它里面是黄色的 骨头是黄色的 而且骨髓也是橘黄色的 和咱平时的牛蹄子真的不一样 我把这几个牛蹄子洗一下先 这毛牛蹄子提前已经烧好了 刚刚应该先洗后剁 是不是? 给弄反了 把上面的黑的东西刮一刮 再把蹄子焯一下水 料酒 咱把配料准备一下 切点葱姜 辣椒 花椒 花椒 大料 桂皮 咱的毛牛蹄子焯了好几分钟了 我把它捞出来 倒点油 咱先炒个糖色 大范围的起泡就行了 放牛蹄子 咱准备的佐料倒进去 翻炒了一会再倒点料酒 酱油 再翻炒一会儿 牛蹄子炖上了 具体的炖多长时间 咱还没经验 咱不知道 先炖上两个小时再说 这个石盐不着急放 兄弟们 你们看 炖了两个小时了 一眼是坚硬如铁 这碗怎么弄 上高压锅吧 没办法了 加上石盐 牦牛的牛蹄子 第一次吃 不过太难炖了 在我这铁锅上炖了两个小时 然后呢 又放到高压锅里 炖了四十分钟 太费劲了 咱尝一尝这个牦牛的牛蹄子 和这个普通牛的牛蹄子 有什么区别啊 我先来一块 替大伙尝尝啊 哇塞 大伙看这块 这一块这个肉筋呀 吃起来 要比普通的牛蹄子 这个味道 要香 不过感觉那个腥味 比普通的牛蹄子 要轻一些 来一口 来一口 确实这个牦牛的牛蹄子 比普通牛的牛蹄子好吃多了 普通牛的牛蹄子 感觉那种草腥味比较重 这个牦牛的没有这么重 尝尝这个牛皮 牦牛的牛蹄子皮 怎么样 好劲道啊 好劲道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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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牦牛牛牛蹄子 比普通牛蹄子 味道真是好多了 嗯 再来一口 再来一块 毛牛的牛蹄子 大伙看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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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分成了四块 我吃了两块了 啊 不吃了 剩下两块 给老婆孩子 让他们尝尝鲜 今天啊 咱的视频啊 就到这了 我们啊 下期再见 拜拜